Hello,大家好,我是影森 欧洲中世纪流传着很多超自然传说 狼人啊,吸血鬼啊 还有就是一度留下悲剧历史的女巫 在传说中,她是撒旦的情人 会变成兔子常与黑山羊一起出现 这一形象深入西方的文学作品 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体现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部 该类型的恐怖假片 安雅成名之作《女巫》 该片以北美大陆东北部的传说为引 涉及了很多基督传说和历史背景 所以本期视频中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内容引申 故事发生在17世纪30年代的北美东北教 背景是历史上的清教徒迁徙 1620年,很多英国清教徒被躲避宗教迫害 逃到了这里 到了影片这个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10年了 他们不但建立了种植园,还成立了教会 老白,湘玉一家就是其中一户,虔诚的清教徒 然而影片一开始,老白就跟教会爆发了冲突 因无法接受教会的做法,被逐出了种植园 这在当时等于是失去了庇护,还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听到这个宣判时 湘玉跟大女儿小红都看了老白一眼 他们很害怕 但是湘玉还是顺从了丈夫的意思 而小红却愣在了原地 直到弟弟叫他才回过神来 之后一家六口只好离开种植园 搬到了森林边上 八个月后,他们终于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农场 湘玉也又生下了一个男婴 按照他们的信仰 新生儿是要接受洗礼的 不然容易受邪灵侵蚀 但因为已被驱逐 现在就没有那个条件了 这天,湘玉把婴儿交给小红照顾 小红抱着孩子来到森林边上 将孩子放在毯子上 蒙住脸,逗着他玩 可谁想第四下移开双手后 小红吓傻了 孩子不见了 镜头一转 只见一个沟楼的老妇 把孩子抱进了森林身处 孩子成了他美容的药液 成了他的美残 婴儿失踪后 全家人都陷入了悲伤之中 小红更是噩梦不断 这时家中最大的男孩老二 第一个起了床 但他的目光却忍不住 落在了姐姐内血白的胸脯上 其实这里他倒不是对姐姐 有什么非分之想 只是单纯的到青春期了 随后他叫醒了姐姐 安慰了一番 出门而去找了老白 老白呆坐在门外 神情落寞 地里的玉米都烂了 还不知道怎么挨过这个冬天 孩子丢了一周了 就算不被狼吃 估计也饿死了 此刻他对找孩子 已经不抱希望 转念决定带老二 去森林里打打猎 起码先弄点东西吃 其实在此之前 老白和相遇 是不让孩子们进森林的 因为那里难以得到上帝的庇护 但是现在为了面包 也没办法了 二人念诵信仰 去想恐惧 一路走进了森林 这时父子俩的对话 也是颇有暗指 老白问老二 你生而有罪吗 是什么罪 而老二说 我有罪 亚当的罪深知我信 这里指的就是 基督教的生而有罪论 亚当和夏娃偷食禁国 染上罪孽 并传给了后代 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即七宗罪 而老二的罪便是色欲 但念诵完原罪 老二有点想不通了 忍不住问老白 小弟弟也生而有罪吗 他做了什么邪恶的事 老白答不上来 只能呵斥住了他 这时老二不仅对自己的信仰 产生了一丝疑云 随后他又询问老白 这些捕售甲是哪里来的 因为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 根本不可能弄到这些 老白只好告诉 这是偷拿香玉的银杯换的 还嘱咐老二千万要对香玉保密 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来说 撒谎可是大忌 负责二人继续前行 跟随着猎犬 终于在林子里发现了一只兔子 这个动物的出现有两层含义 当时兔子被认为是女巫的化身 所以这里也等于是暗指 女巫在接近它们 而同时兔子因为繁殖能力很强 又被视为淫欲的象征 所以也是在跟老二的原罪进行呼应 往后看你就可以发现 后续跟老二有关的剧情 基本都有兔子的出现 老白紧张的拿起火枪 准备打死兔子 然而一枪下去 兔子没打着 反倒伤了自己 二人一无所获的回了家 这时家里的黑山羊 不是怎么跑了出来 双茅台弟妹唱着古怪的歌谣 围着他喜闹 非常危险 而小红正在干活也没看见 喊了他俩好几声 都没有得到回应 还是老白回来才发现的 他连忙控制住黑山羊 把他赶回了羊圈 自己还不小心摔到了羊分里 惹得双茅台哈哈大响 香玉听到吵闹声 这才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场景 立马斥责小红没有看好弟妹 安排他去给老白洗衣服 遇到正在洗衣服的小红 又忍不住看向他的胸口 不小心跟姐姐对视后 他就懊恼的憋过头 之后二人打闹一番 聊起了在英国时的往事 谁想让草丛里稀疏几声 双茅台妹妹钻了出来 他勾楼着身子 骑着把扫帚 鬼使神差还得说了句 我是森林女巫 我要把你偷走 那个时候谁要是被视为女巫 可是要被烧死的 尤其他们还是青少徒 正常是不会说这话的 于是老二吓得连忙呵斥了他一声 但妹妹并没有听 小红就喊无语 你真是被惯坏了 我像个奴隶一样的干活 你天天偷懒 一句话就道出了双胞胎的原罪 是懒惰 妹妹完全不服 继续顶罪 这时他说的话中 其实透露了两个信息 一是家里的黑山羊跟他说话了 二是他看见是女巫暴走的婴儿 黑山羊是撒旦的象征 那结合他前面的行为 就可以推断双胞胎 应该已经被撒旦蛊惑了 但是这时小红并没有发现端倪 他为了吓住妹妹 就随后编了个故事 其实我就是森林女巫 是我偷的婴儿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也吃了 回去不许告诉爸妈 不然我就诅咒你们 妹妹顿时被吓跑了 而小红编故事的过程中 老二就一直大叫着阻止他 不想他说出这种邪恶的话 其实这才是符合当时的人的行为 相比之下 小红的行为则反叛现代的多 办办时 香玉发现银杯不见了 直接还一场小红 老白还也没说实话 只是转移了话题 临睡前 小红前去检查养娟 谁想又看见了那只兔子 另一边 老白和香玉正在进行睡前祷告 祷告结束 香玉哭了起来 认为他们已经被上帝诅咒了 所以才会带走他的小儿子 但老白却认为 上帝是在考验他们 然后好给他们更多恩典 香玉根本听不进去 抱怨说 他们最初就不该离开种植园 这里啥都没有 最后他思索一番 提出可以卖掉小红来换粮食 但其实这番话 几个孩子在房间里 听得一清二楚 老二连夜起身 来到了马棚 准备再试着去打打猎 如果成功了 就不用卖掉姐姐了 小红发现后 决定跟他一同牵往 就这样 二人骑着马 牵着狗进入了森林 随后兔子再次出现 猎犬立马追了上去 马也随着受惊 老二留下姐姐前去追兔子 可是这样 他这一撒手 马就失控了 小红摔下马去 陷入了昏迷 很快老二那边就迷路了 他只能不断祷告 消除恐惧 然而没走多远 他就发现了狗子的尸体 这时兔子又出现了 老二跟随兔子 来到了一个洞穴前 里面走出一个 披着红斗棚的性感女人 这就是那个 偷走孩子的女巫 他在面旁已经恢复了年轻 他朝老二走来 不由分说的亲了上去 注意看 他的胳膊还是很苍老 可能一个婴儿的量不够 另一边 小红苏醒过后 独自返回了甲 老二失踪了 枪 马 狗都没了 这没有马 想去种植园求助都费劲 老白破罐子破甩 准备冒雨 去树林里找儿子 连着弄丢两个儿子 双包台里的弟弟又没成年 湘玉不想再失去 屋里唯一的男人 所以坚决不让老白去 还极大直逼问小红 你快说你俩去森林里干嘛了 小红盯着湘玉 在他眼里看不到一点温存 眼看湘玉把最近的悲剧 都强加在了女儿身上 老白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承认 银杯是他拿的 金森林也是他叫老二的 两个女人都愣住了 随即夫妻俩大吵一架 最终老白冷静了下来 没有冒雨出去 于是越下越大 小红起山去检查养卷 谁想却发现了浑身赤裸的老二 他们连忙将他去回屋内 借着威州的火光 拿了个小刀 照着老二太阳穴 开了个小口 放点血 这就是欧洲早期 医学不发达时流行的放血疗法 老二陷入了昏迷 母亲和姐姐在为他祷告 而老白心中苦闷 只能来到门口 接着砍柴发现 每次有变故的时候 他都是这么一处 次日一早 小红照常去挤养奶 双胞胎也在一旁玩 他们围着黑山羊 在他耳边窃窃私欲 老二得了什么病 是小红让他生病的吗 小红听了想解释 我那天就是吓唬你而已 结果一低头 挤出的养奶 就变成了血 另一边老二还是没醒 老白决定 明天就回种植园 把小红卖了 然后带老二去看病 再相遇依然很崩溃 他说自己感受不到 上帝的爱 信仰几乎崩溃了 老白还不想他这样说 便固执的劝解道 等你上天堂的时候 能感受到他 一家人忙着收拾起来 双胞胎妹妹坐在一旁 再次唱起古怪的歌谣 小红听出这歌有问题 便打断了他 可相遇没在意 让他继续唱 这时 公内的老二突然尖叫起来 一家人连忙围了过去 只见老二醒了过来 疯狂的叫喊着 说要砍掉你女人的头 说他侵蚀了自己的身体 他现在满身罪孽 随即他就咬紧牙关 说不出话来 相遇一看 发现他的嘴被什么东西封住了 便叫老牌撬开他的嘴巴 老二顿时呕出了一颗 腐烂的苹果 都知道苹果欲止禁果 那结合色欲止罪和女巫的亲吻 就不但猜出 老二在森林中遭遇了什么 而且与此相关 还有一个传说 是说亚当在偷吃禁果时 被上帝发现 一着急吞下了苹果盒 卡在喉咙里形成了猴结 所以猴结也被称为亚当的苹果 放在这里 则是一种性成熟的隐喻 相遇看到这诡异的景象 惊得大叫 这是无数 双胞胎一听 也立马指着小红喊道 是他是他 他是女巫 他偷走了婴儿 还把养奶变成了血 老白变得严肃起来 要求小红一起为老二祷告 一家人跪坐下来 念起祷词 只有双胞胎还捂着肚子 开不了口 听到祷词还一脸痛苦的样子 演到这里 谁是谁非 谁与邪灵有关 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老白和小玉并没有发现 就在这时 老二突然倒抽了一口气 翻着白眼大叫道 他痛苦的向上帝求救 小红和父母也顾不得双胞胎 连忙拉起手来疯狂道高 几分钟过后 老二突然平静下来 像是回光返照般的 环顾了一圈 最后微笑着 感谢了一番上帝 便领了和饭 老二的这一结局 正是呼应了 前文老白的那句 等你上天堂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上帝的爱了 但这似乎也暗示了一个事实 他们的信仰 只能达到灵魂的救赎 无法得到现实的恩典 活着的人 无法接受这一切 相遇哭着 让小红快跪 老白追了出去 假装温柔的安慰道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等天暖回来 我就买几头奶牛 咱建一大农场 但是你得老实交代 弟弟妹妹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说实话 咱好让耶稣解除你的罪孽 要不等明天 被宗教审判所发现了 你小命可就不保了 小红怎么解释 老白都不信 就认为老二是跟他进了森林 最后又是被他发现的 那这事一定跟他有关 小红忍无可忍 开口戳穿了老白的虚伪和无能 你就是个伪君子 你跟妈妈想把我卖了换钱 明明自己拿了银杯 去让我来背过 是你教了老二去森林里打猎 最后也怪罪于我 以种不成庄稼 也打不到猎 除了砍柴啥也不会 砍了也白砍 老白的父权地位受到挑战 他愤怒的推倒了小红 怒斥他闭嘴 其实在影片之初 老白为了内心的信仰 敢公然挑战教会 是给人留下了 虔诚勇敢的印象的 但是看到他离开 种植园后所过的生活 我们才意识到 这个人根本不是虔诚勇敢 他就是愚蠢自大 那么他的原罪 就是七宗罪之首的傲慢 也正是他的傲慢 让撒旦变得游击可乘 更是引得一家人 堕入了深渊 小红跌倒在地上 告诉老白应该去问双猫胎 然后还列举了一系列 双猫胎最近的异常举动 包括跟羊说话 在河边自称女巫等等 老白不知道该信谁 干脆把三个孩子 全都关进了羊圈里 事已至此 小红干脆冷静了下来 转过神跟弟妹对话 问他们到底是不是女巫 二人没有正面回答 没人承认跟女巫有关 当晚老白埋葬了老二的尸体 跪在夜色里疯狂忏悔 求上帝宽恕孩子们 遗出诅咒 小红看着这一切 满眼含泪 到了深夜 香玉起身点蜡 一回神 竟然看到了死去的两个儿子 他们穿着白袍 默默注视着母亲 香玉非常激动 老二告诉他 他们为他带来了一本书 想引导香玉看 但香玉坚持要先给幼子喂奶 就把这事插了过去 这时镜头拉远 直接香玉怀里 哪有什么婴儿 只有一只乌鸦 在着使他的胸部 所以说这儿子显灵 也是撒旦的幻象 而另一边 双胞胎听到怪声 在羊圈里 发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老女人 正蹲在角落里 疯狂啃食着什么东西 老女人听到响动 回头看向了孩子们 于是随着一声尖叫 镜头一黑 天亮了 老白起床 准备去看看羊圈 这时香玉躺在一边 哺乳过的胸口 还留着血迹 一出门 老白就惊呆了 羊圈被拆得破破烂烂 双胞胎不知所踪 几头母羊全被摇死 只剩下小红刚从昏迷中醒来 还不等他问点什么 那只黑山羊突然冲了出来 罩着他就是一顶 老白捡起斧头 本想反抗 但思作了极妙 便自暴自弃的 把斧子丢到了一边 骂了一句 毁灭吧 我的天赋 随着信仰的破灭 黑山羊也送他归了戏 小红悲痛的靠近父亲的尸体 谁想被相遇撞了个正着 他以为是小红干的 不由分手 就要跟他拼命 这其实就是他的远罪 嫉妒 以及无法舍弃银杯的贪婪 也就是说 这一家人看似前程 实际一直在堕落的边缘徘徊 面对相遇的殴打 小红只好摸了把刀反击 一刀下去 相遇深受重伤 却还在试图掐死小红 小红绝望的哭喊 几度无法呼吸 最终只好再次挥刀 砍向项鱼 之后 他抱着母亲的尸体哭了很久 起身躲进柴房里 疲惫的浑睡到了天黑 再醒来后 他去找了黑山羊 无助的请求他跟自己说话 黑山羊果真开了口 用尸害的男生低声问 你想要什么 小红我反问他 你能给我什么 黑山羊告诉他 黄油 裙子 美好的生活 外面的世界 我都能给你 但你要献出灵魂 跟我签下契约 小红低头一看 面前摆了一本书 由此也可以推测 前面恶魔化身老二时 想给妈妈拿的书 也是这个契约 也就是说 恶魔并不是从一开始 就想引诱小红 她是引诱谁都行 就看谁上个儿了 小红听从恶魔的话 脱掉了衣服 前定了契约 跟随黑山羊 来到了树林身处 只见许多赤裸的女巫 正围着火堆起舞 随即她们飞升起来 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 而小红也跟着她们一起笑了起来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席卷全身 她也跟着飞升上了天 影片至此结束 那么双摸台去哪了呢 个人推测 她俩应该也成了女巫 和撒旦的典型 这个片子可以有很多解读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 宗教隐喻的电影 也可以认为 它是在反射 那个时代的猎物事件 包括宗教与父权 对女性的压迫等等 就像是小红从听从教会 到跟随父亲 一直保受压迫 生怕被打成女巫 而到最后 她干脆真的做了 前者所不齿的所谓女巫 结果却感到了无比的轻松 总之就是千人千孩 另外有个彩蛋 就是片中所呈现出的 片名女巫 单词中的这个W 被打成了两个V 这个也是还原了 那个时期 部分民众的手写习惯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在这里 先关注我的视频下 See you